那么下面一个是以价值为导向 能力为主线 数据为驱动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能力为主线 数据为驱动相对来讲 跟升级版和基础版的变化 还不是特别大 那么我个人觉得 变化最大的是以这个价值为导向 应该说升级版里面 把价值效益这个词语 或者说这个意义题 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们在整个战略提出的过程中间 我们说发展战略 我们的发展战略 就是一个提出价值主张的过程 我们的新型能力 就是支持价值创造和传递的过程 系统性解决方案 就是提供价值支持 我们的治理体系 是为了能够提供价值保障 最终业务创新转型 是为了实现价值获取 在我们的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 其实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大家就能够明白 整个的数字化转型 它围绕的几个重点的方面 我们说发展战略这一块 发展战略里面 重点考虑了可持续进合优势 业务场景和价值模式 在新型能力的打造里面 我们说新型能力的识别 主要考虑了什么 六个维度 六个方面 然后在系统性解决方案里面 我们说它包括了我们的数据技术 流程和组织四要素的互动创新 这个是我们的要素为 然后是管理为 刚才提到的 我们的数字化治理 组织机制 管理方式和组织文化 然后最后还有外面一个叫什么 过程为我们策划 支持实施 评测和改进 整个的一个管理为 那么过程为 从要素为 过程为 管理为三个维度 最终来支撑我们 整个新型能力的打造 最终去获取我们的价值效益 那么这个价值效益 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我们的业务创新转型 怎么样从业务数字化 到业务的集成融合 最后到业务模式的创新 以及数字业务的培育 那这是我们整个 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最后的话 为了实现我们的战略 我们说最终 我们做升级版外标也好 我们去做数字化转型也好 最终为了都是能够实现价值主张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说最终实现的是什么 获取可持续进和优势 以及创造出一些新的 业务模式 以及信心能力